东盟系列外长会议呢 日前已经在老挝万象登场 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 随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专机采访 我们现在就连线张荣湘 来就了解美国最新情况 以及美国方面的立场 荣湘你好 许波你好 首先请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几天的会议有什么关注的重点 好的 各方关注的重点之一 是东盟是否会发表联合公报 或者联合声明 而其中呢 对于南中国海问题的争端 文字的表述又是如何 尤其这是海牙国际仲裁 法庭裁决出炉之后呢 区域有关国家第一次开会 因此呢备受关注 那么目前克里和国卿克里 还有中国外长王毅 目前正在进行双边会谈 人在开场百里都强调 求同存异 在美中两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呢 尽管每个议题不见得两国一致 但是扩大合作 在伊朗反恐议题上积极合作 也符合双方的利益 此外今晚中国和美国呢 并不是东盟的成员 但是出席参加周边会议 包括了东亚峰会 东盟区议论坛 文会中 碰厚有哪些外交角力 更是引人注目 东盟成员当中呢 今年地主国老欧 还有2012年的地主国 坚强在跟中国的关系良好 不但接受中国的金援 在许多方面也仰赖中国 尤其 今年中国和东盟对话的关系是25周年 中国和老欧领袖不久前前发表声明 强化彼此关系的合作 好的 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呢 针对美国之音 对请说许波 请讲 继续讲 对 那么目前呢 各方官就是说 这个通通声明的内容的文字 会是如何出入之后的结果 如何出展在关注重点 但是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的官员呢 告诉美国之音 面对面的对话呢 还有外交接触呢 是往往比冗长的声明还要重要 此外 以往东盟外长会面呢 曾经在声明文字当中 关切人造导礁和军事换问题 以及这次有关文字 最后如何表述 相信东盟各国之间 会自行敲定 希望如此 美国也会积极担任编辑的任务 协助他们敲定最后的文字 许波 好的 那么荣湘 你这一次随团采访 有什么有趣的花絮 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 中国和老挝的经贸关系密切呢 中国在外向的投资 处处可见 我们一出了机场呢 马路旁边几个大酒店 都有中国的名字 那有些呢 是中国投资 有些是为了欢迎中国的游客 也是处处可以看到 中国在老挝的影响 那么另外 尽管东盟成员国来自东南亚 但是周边会议的国家 来自亚太东北亚 包括朝鲜 俄罗斯外长还有日本的外长明天都会出席会议 出席 那么还有比较值得重视的是那个朝鲜的代表呢 也会出席这次会面 那么我们知道朝鲜已经单方面的关闭了和美国的外交接触 那么这次在同样出席的老挝的东盟会场的 有没有双边的任何的互动呢 对美国官员直接了当的说 没有任何见面的计划 最多呢 只是在会场走动 或是甚至上厕所的时候呢 打个照面 好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几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